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那现在呢 川普的移民政策收紧 很多人都非常想来美国 但是却一直圆不了自己的梦 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 邀请到了华明胜律师事务所的移民专家 Tina小姐 做客北美中天 Tina你好 你好 Tina我想问一下 现在因为中国爆发了很多负面新闻 包括是假疫苗啊 包括是各种这个食品安全问题 那很多人都非常想留在美国 那究竟有什么方法 可以让他们快速地留在这里呢 因为是的 最近呢 其实我们也收到很多朋友的来电 就从这个中国的很多负面消息发生之后呢 那很多申请人 他们都为了要他们小孩 能有一个健康的这个环境生长环境 所以呢 想要有快速地登陆美国的这么的一个念头 那其实呢 目前来说 解决一步到位移民来美国呢 其实不是说特别现实 因为毕竟出生在中国大陆的申请人呢 他们要解决绿卡这个问题 其实需要排期的 除了比如说跟公民结婚啊 或是说特殊人才移民啊 这些是例外之外 一般大众化的绿卡呢 都是需要排期啊 出生在中国 那所以呢 其实要需要解决这个 马上来美国 其实先要解决这个身份的问题 也就是说如何快速地先来了美国这边 无论是这个工作也好 或是说这个上学也好 那就是这个是有关这个工作身份的问题 那其实呢 目前选择比较多的能够快速来美国工作的一个签证呢 可以说是签证哈 我们就叫L1的一个跨国经理的这个高管的签证 那这个L1呢 为什么他说是可以快速登陆美国呢 因为这个L1呢 它是可以加级的 那只要多向移民局多交这个 1000多块钱的这个申请费 加级费 它可以在15个工作天 就是两周之内呢 能给你结果 那连上这个文件的准备啊 还有这个移民局 如果是补件的时间 可以说可以可能在这个三个月左右 就可以马上解决这个工作签证的问题 那这个L1呢 它其实是一个跨国经理的高管签证 那所谓的跨国经理哈 他首先要在中国那边有一个母公司 比如说哈自己是老板 在中国那边有一个公司的 然后呢 这个公司呢 对外扩展在美国这边成立了分公司 那公司当然是可以是新的了 那对于这个申请人来说呢 他的要求就是说 你可以过去三年 已经满足有一年 在总公司里面当一个高管了 那所以呢 他就具备了 可以从这个母公司的 内部调派把这个高管从国内派过来 美国分公司这一边管理分公司的业务的 那这个其实整个就是这个L1的行程 那L1行程呢 他就说在美国这边成立了公司 这个这个汇款哈 已经启动资金汇了过来了 在美国找到了一个像样的office了 那这种情况下呢 L1呢就可以递了 所以呢 其实总的整个过程来说呢 可以说在三个月左右之内呢 就可以实现的 那所以呢 回归到原来那个快速的这个问题里面 如果是很多人哈旅游签证入境 他有六个月的这个停留期 那完全是可以在六月之内呢 比如说三个月之后哈 把这些初期的这个这个硬件哈 这个这个文件做好 然后呢 在美国这边直接从这个旅游签证转去这个L1 其实是可以可行的 所以说L1现在其实是蛮多的申请人 他们选择的一个方式之一 所以另外的一个可以快速登陆美国的方式呢 还有一个学生签证 也是现在目前很多人都选择比较多的 因为呢 像学生签证呢 他可以比如说您可以在境外的领事馆去签学生签证 然后呢 直接以学生的身份来美国 那另外一个呢 也可以哈 比如说有一个留签证先入境的 入境之后呢 他觉得环境不错 想要留下来 那可以在90天之后 申请这个转身份的这个申请 B1 B2转去F1 那也是在三四个月左右呢 也可以把这个身份给固定下来 所以呢 这个也是比较多人去选择 假如是没有这个公司在境外的 也比较多人选择的另外一个方式 这个样子 好 那今天非常感谢Tina做客北美中天 为我们分享这么实用的信息 谢谢 也感谢电视机前的观众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